上课喽 大宝 等等我 我们怎么掉到这里来了 我又不是约 我怎么呼吸呀 孩子们啊上课了 人呢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我去外面找找 行了行了 上课要取道了 老师救我 嫂子说的什么呀 快带上演技泡泡 这是哪里呀 大家怎么都在这里呀 大胆 你们这些平凡的人类 竟然闯进我们人与王国 下兵卸将 把他们给我处理掉 不要 奇怪 我刚刚明明听到 教室里传来了小雪的声音 难道我听错了 严谨老师 大事不好了 小雪他们被黑魔仙给带走了 快跟我走 好 我们快走 还好那个大坑出现的骑士 要不然还不知道 被人与公主怎么样呢 就是 你们看 这里写着第二层 难道还有第三层吗 怎么可能 那个大坑 绝对不可能再出现的 黑暗可可 黑魔仙呢 还有小雪小辈大坑他们 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 到底怎么回事 快说 老师我吓人 你哥哥 哥哥说 我只要把老师 已经带到这里就好了 其他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呵呵呵 眼镜老师 黑魔王 你到底把小雪他们 弄到哪里去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都是因为老师你呀 这次考试 大坑进步非常大 这是给你的进步奖 哇 谢谢老师 小辈 这是优秀班长奖 哈哈 没想到我也有奖 当然了 帮助同学帮助老师 是最棒的班长 呵呵 以后我会继续努力 做一个更好的班长 小雪 这次你还是班里的第一名 这张算好学生奖状 是你的 谢谢老师 老师 没有我的嘛 有 这是给你的练习次 试阵 这次全班 又是只有你一个人不及格 你把大家夸了一个遍 都没有夸我 现在小雪小辈大宝 不知道被大坑 带到哪里去了 所以老师 你以后就只能夸我了 黑魔王 你这样做事不对的 快把同学们带回来 跳了这么久 怎么还没有跳到第三场 就是啊 我们还要跳到什么时候啊 我不 我不 就不让他们回来 不要 我们就是回来了 可恶 你们怎么回来了 大坑 快让他们跳进去 大坑 大坑 你这个笨蛋 是让他们跳下来 你让我跳下来干嘛 快放我出去 黑魔王 除非你承认自己的错误 否则 我是不会让你出去的 我只是想让老师夸我 我没错 你想让老师夸你 就自己好好努力 而不是让小雪他们消失掉 这样是不对的 不信 你问问小伙伴们 小伙伴们 我让小雪他们消失 真的做错了吗 如果觉得我做错了 就发送666告诉我 觉得我没做错的 就发送777 拜托你们快告诉我 我到底做错了没有吧 小辈的涂鸦最丑 100分 好耶 熊妹的涂鸦也很丑 80分 太好了 小辈姐姐和熊妹 涂得乱七八糟 分数还那么高 那我肯定是100分了 小雪 你说的是最美童鸦比赛吗 小雪 你还没睡醒呢吧 这你都能搞错 对啊小雪 你也太笨了 好了同学们 一会儿我们开始第二轮比赛 最丑比赛 那我要给我的石像 补上黄色的颜色 再穿上卡子的衣服 对了 还有头发 这下就完成了 总觉得 还少了点什么东西 我想起来了 再投一个绿色的口红 这下 我的石像一定是100分 这次的最美童鸦比赛 我宣布 第一名是 小雪 什么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是最美童鸦比赛 不是最丑童鸦比赛吗 小雪小辈兄妹 这次的规则变了 这一局不是最丑童鸦比赛 变成了最美童鸦比赛 什么 我也太倒霉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明明我给我的石像 打扮得很丑 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漂亮 那这个童鸦冠军 就给小雪了 不可以老师 对啊老师 不可以 这都不是小雪做的 什么 那这是怎么回事 老师 这确实不是我图的 我以为是最丑童鸦比赛的 然后就给我的石像 图得很丑 不知道为什么 我再来的时候 我的石像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怎么会这么奇怪 那我来看看 这是怎么回事 这小的石像 一定是100分 小雪怎么给她的石像 图得这么丑 这样 她肯定得第一了 行 我得想个办法 我可不能让小雪拿第一名 嘿嘿 我知道了 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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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下第一肯定就是我小辈的了 走喽 让我来看看小雪的石像图得怎么样了 什么 小雪的石像怎么图得这么好看 嗯不行 那我不是要当最后一名了 不可以不可以 图的 嘿嘿 我再来图点颜色 给小雪的石像图成最漂亮的 这样我就不会是最后一名了 我图 好 太好了 等一下就可以放心去玩了 小辈姐姐熊妹 原来我的石像变成这样是你们做的 我 我 原来就是我和熊妹改了小雪的石像 小雪才获得了第一名 小辈 小辈 熊妹 你们真是太过分了 怎么可以偷偷改小雪的石像 我要惩罚你们 对不起 小雪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不会再这么做了 我也知道错了 嘿嘿嘿 老师 你不要惩罚我们啊 我们下次不会这么做了 小朋友们 你们说 我应该惩罚小辈和熊妹吗 快发送你们的意见 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小雪 我要一杯狗头饮料 好 加一份狗头 我还要加滑稽表情包 好 再加一份滑稽表情包 好了 滑稽狗头饮料完成 大宝 给你 真好喝 小雪 我想一份白马公主奶茶 我先加一份白马 然后再放一个公主 白马公主奶茶 完成了 给你熊妹 哇 太好喝了 我要告诉大家 让大家都来买小时的奶茶 卖奶茶咯 小雪 我要奶茶 黑亚摩 你想要什么奶茶 我想要 斗罗大陆三瓶爸爸奶茶 这怎么做呀 你不会做嘛 我 我试试 斗罗大陆三瓶爸爸奶茶 最少要三种材料吧 有了 我先加一个唐三 我不要唐三 我要五魂殿的人 好吧 那我就先加一个千人雪 再加一个狐烈娜 再加一个谁呢 我不知道五魂殿还有谁了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对呀 还有屁屁东 我家 好了 斗罗大陆三瓶爸爸奶茶 完成了 给你喝牙磨磨 哇 好香啊 呃呃呃呃呃 真好喝 小雪 你真厉害 我觉得 你做的奶茶 是同花王国最好喝的 谢谢 不可能 我做的奶茶 才是同花王国最好喝的 啊 艾莎 你怎么来了 那还不是因为大家都说你的奶茶好喝 都去买你的奶茶了 我的奶茶店一个人都没有 都怪你 艾莎 小雪做的就是比你的好喝 嗯 我不服 小雪 你敢不敢互比比 看看到底谁的奶茶更好喝 比较比 我宣布 同花王国第一届奶茶大赛正式开始 我一定能赢 上阵一定是我 奶茶的主题是甜蜜蜜 这也好不简单 我把所有的糖都放进去 我做好了 请品尝 尿尿尿尿 啊 我尝尝 好甜啊 尹尖老师 我做完了 快喝 这什么 喝起来好清爽 但是心里却像冒着蜜一样甜 是啊 好甜啊 好开心 小雪 我宣布 你就是今天奶茶大赛的冠军 我们也同意 谢谢大家 我不服 小雪 你的奶茶里放的到底是什么啊 是小伙伴们给我的钻的能量啊 小伙伴们陪着我的时候 是我觉得最甜蜜最快乐的时候 所以我就把钻的能量放进去了 哼 下次我一定会赢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什么味道的奶茶呢 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我们下次再见 我要把咔咔的头发 涂上粉色 不要 我要涂上黑色的头发 我就要涂上粉色的头发 那我要把咔咔的衣服涂上蓝色 粉色的衣服好看 我就要涂上蓝色 我都一起和蓝色了 哼 明明就是粉色的衣服好看 哼 蓝色的衣服好看 小伙伴们 你们说 蓝色的衣服好看 和我一样觉得蓝色的衣服好看的 就发色666 和我一样觉得蓝色衣服好看的 就发色七七七吧 小伙伴姐姐 我们要怎么涂啊 我们把卡卡的头发 涂上黑色的吧 嗯 那我把卡卡的衣服 涂上橘色的 嘿嘿 小伙伴姐姐 这次涂鸦比赛 肯定是我们组获胜 真的吗 那我们就看看 谁涂的卡卡更好看吧 哼 好啊 我画的卡卡 肯定是最好看的那一个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谁会赢呢 快来投票告诉我吧 小伙伴姐姐 你说我们能赢吗 可以的 小雪 你不用担心 我们只要尽力去画就好 按照我们喜欢的去画 嗯嗯 那我们就继续画吧 我要把卡卡的裤子 涂成和上衣一样的橘色 嗯 那我把卡卡的脸上 画上红色的涂料 卡卡的鞋子 我涂成黑色 卡卡的眼睛 涂成棕色 好了 完成了 哇 小伙伴姐姐 你画的真好看 这是我们一起合作画的 我们两个都很棒 嗯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我们画的卡卡吗 喜欢的 反色443 要是不喜欢 就反色444吧 小雪 我们完成了 我们去吃汉堡吧 好呀好呀 哦 他们竟然画的这么快 我也赶快找兄妹一起玩找 可不能让他们赢了 大宝你去哪里了 我们还要准备比赛呢 我刚刚去看小雪 他们画的怎么样了 他们画完了吗 他们已经画完去吃汉堡了 什么 那我们可要加快了 嘿嘿 看我的 哇 你怎么把卡卡的衣服和鞋子 都涂成蓝色的了 我喜欢粉色 我要涂成粉色的鞋子 那我把卡卡的脸涂成蓝色 我是哪里过怪的 熊妹 我们涂得已经很好看了 走 我们去吃小蛋糕 好呀 我最喜欢吃小蛋糕了 我们走 同学们 你们的比赛作品完成了吗 完成了 那我们一起看看你们的作品吧 老师 这是我们的作品 哇 真好看 小雪和小辈完成的作品真不错 好看得在我们这里 我们的卡卡更好看 要是 我们一定是第一名了 那就让我们一起看看 熊妹大宝的吧 哇 怎么会是这样的 我不是把卡卡的衣服 全涂成粉色了吗 哦 你什么时候涂成粉色的了 我成为迷花蛋 还是觉得粉色好看 就回来又涂成粉色了 哦 现在肯定是混合了呀 这个怎么办啊 大宝熊妹 作为一个小组的 你们要团结一心共同努力 你们要互相好好商量才是 你看你们画的 下次不能再这样了 哦 老师我们知道了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 你们喜欢画画吗 你画过什么样的画呢 快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第一轮 请拼出一个女生 大宝哥哥 来拼图吧 提示让我们拼出一个女生 可我想拼男生 我要用短头发 我爸也有短头发的女生 不过我要给他戴上帽子 你已经给他戴上帽子了 我本来还想给他戴王冠呢 那我就给他一个全罩吧 我还要给他穿上漂亮的裙子 这个裙子跟凯莲阿姨的裙子好像啊 我喜欢猴子 我要给他穿红鞋子 漂亮的项链 我也要给他戴上 这条尾巴还挺好看的 也给他吧 大宝哥哥不行 你怎么能让他找尾巴呢 选别的吧 哼不行 我就要用这条尾巴 加上尾巴也太重了 选择结束 开始生成 第一 错误 错误 无法生成 请重新选择 哇 幸好无法生成 我果不想看他张尾巴 奇怪 这是怎么回事 请选择对应物品 生成童话王国人物 什么意思 我知道了 难怪会有凯莲阿姨的衣服 这个机器 是让我们把凯莲阿姨拼出来 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是想逼什么就逼什么呢 我们快开始吧 这条链子是凯莲阿姨的 凯莲阿姨还有一根魔罩 凯莲阿姨是橘色的长发 不是棕色短发 这条项链肯定是凯莲阿姨的 高跟鞋也是凯莲阿姨的 别忘了还有帽子 这下可以生成了 这个拼图真是太简单了 选择结束 开始生成 第一 错误 错误 无法生成 请重新选择 这次又是哪里出错了 不就是要选择凯莲阿姨的 用物品吗 我们都选出来了 我知道了 还有眼镜 我们把眼镜忘了 那就再试一次吧 这次肯定选完了 开始生成吧 这次总算拼对了 第二轮 请拼出一个男手 太好了 这次拼男手 有尾巴和爪子 那倒是黑暗魔王 可是 只有尾巴和爪子拼不住黑暗魔王 这里还有王冠和群杖 我觉得是国王叔叔 那就是试 能不能把国王叔叔拼出来吧 我选王冠 我想国王叔叔的群杖 这身帅气的西装 肯定是国王叔叔的 他最喜欢红色和黄色了 那还要配上红色的鞋 我看看还缺什么 不缺了 开始认诚吧 这次也选对了 第三轮 请拼出你们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 我知道了 是小雪姐姐 我看到她的黄色黄色钱了 我怎么觉得不是小雪 黄色裙子好像是小贝的 就是小雪姐姐 大伯格你就听我的吧 我还是听小朋友们的吧 你们觉得 这次要拼的是小雪还是小贝 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对不起 我现在这是小雪 你不得被担心